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培养人文气质 下课 下课 follow me follow me 在这 在这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年快一久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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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大惊奇 follow me go 跟着下课 博物馆大惊奇 看了几个国家的博物馆 是不是打破了你对博物馆 严肃又无聊的刻板印象呢 今天新加坡土生土长的黄敬伦 陪着主持人雅里 要带大家去探访一个 令全世界的人都 勿戴口呆的博物馆 要去拉肚子 欢迎大家来到新加坡 这是我们的地标鱼尾狮 新加坡 新加坡 其实就是狮子虫的意思 鱼尾狮的鱼尾 象征我国和海洋密不可分 但说到这里的博物馆 我有最赞的推荐 接下来带大家到 新加坡超人气的 滨海湾花园 新加坡是个只有台北市 2.5倍大的迷离国家 天然资源缺乏 水电能源的取得 原本就是高难度的问题 但与其依赖邻国的提供 还不如自立自强 静伦带大家去看的 滨海湾花园 就是新加坡绿能科技的实力 对全世界的展现 景观好壮观吧 这整个花园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绿能系统 这个位在新加坡滨海湾中央的花园 2012年落成之后 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还被誉为世界十大最佳室内花园 让原本就有花园城市美名的新加坡 进化成为花园中的城市 这个融合了美学与科技的花园博物馆 保证让大家目不暇己 准备好了吗 让这趟绿能科技之旅 颠覆你对能源的想象吧 真的好漂亮 这里真的好漂亮 有点像是阿凡达的那个潘朵拉星球 对不对 你看 没错 新加坡最棒的东西 一定要搬上台面上介绍给大家 OK 好 那今天就看你的了 好不好 今天不要看我 今天看它 嗨 大家好 它是这个滨海湾花园 超级解说员 这整个花园没一寸 没一毫 有多少只蚂蚁 它都知道 今天就靠你了 没错 有没有更问题 好高 我们现在位于晴天大树的空中步道 站在这个步道上 可以看到整个花园的全貌 对 景观好壮观吧 那这个花园到底有分几个区域呢 这边大概分成三个区域 那前面这边有十八棵 晴天大树 高度大概是九层楼 到十六层那么高 好高 好高 那在我们的右手方呢 它有四个历史花园 还有蜻蜓湖 还有翠鸟湖 对 不远方呢 有看到两个巨蛋的植物的 那个建筑物呢 那边那边 对 其实它们是一个植物冷房 那左边的是花园 右边的是我们的云雾林园 可是为什么是冷气植物房不是温室呢 一般都不是温室吗 那里面的温度大概是二十三到二十五度 跟外面的热带不一样 但那里面有一些植物 适应在这样的环境成长 那不要等了 我们走吧 你都流汗了 为什么 根本就是你自己热了 好不好 好热啊 不行 我要这边先导览完 你再稍等一下 好不好 文萍 可是像一般台湾 我们都规定冷气只能开二十六度 然后你们这边又是玻璃帷幕 然后还是热带国家 这应该很耗电吧 是的 耗电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呢 滨海湾花园是植物生态 和绿色科技的博物馆 这整个花园呢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绿能系统 有连贯性的 没错 这个立盖的绿能系统 和刚才导览员说的 每个地区都会有相互影响 高大的晴天树群 和生殖能发电厂 可以提供园区内的电力 而晴天树和湖泊区 又和园内的用水跟水循环系统 有很大的关联 比如说我们的晴天大树 晴天大树整个树的树皮 是用植物做成的 树生呢 其实覆盖了一些 菊类植物 兰花等 它可以调节那些温度 然后它白天有降温的作用 还有能遮阴的效果 晴天树的树灌层 可是有装置了太阳能光伏电板 可以在白天把太阳光转换成电能 再把存下来的电用在晚上照明 还能为植物冷房供应冷气 这对于在热带地区的新加坡 全年高温 而且日照时间长 选择用太阳能发电 可以说是有极大的优势 所以你是说这个晴天树产生的能源 可以供应所有冷房的需要吗 有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部分 来自我们的生殖能源 这里的生殖能源 就是只从新加坡各街道 公园修剪过后的树枝 树叶 树干 将这些不需要的生物垃圾 都集中在花园这个发电厂燃烧 产生的热能转换成电能 就是生殖能源 不但解决了垃圾问题 还可以发电供电 真的是一己两得呢 那我很好奇 因为焚烧那些树枝 那些废气怎么排出来 那个废气就是经过无毒处理 从这边的晴天大树的排气孔 排放出来的 所以就是这些能源取得 都非常地环保 站上去大口大口吸都没事了 真的吗 没错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滨海王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这些绿能呢 虽然有很多我们知道 环保的这些配件对不对 可是它在一个这么美的方式 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耶 晴天树群不但能发电 还生鲜树植哦 为了争取日照 太阳能光电板就设置在树冠顶端 想看清楚 就得坐电梯到最高一棵树的顶端哦 是的 我们现在位于晴天大树像喇叭形状的顶端 那周围布满了太阳能 那除了太阳能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作用 还有太阳能 有光电板 我知道太阳能发电嘛 那还可以 并不是所有的晴天大树都有太阳光伏电板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边那边 那边远处那边是不是有好像有一个 感觉像一个水瓶雨水可以往下这样子 是扩音器 是哪一个是对的 收集雨水答案就是 我答对了 晴天树宽大的树冠层 真的是接收雨水的好位置呢 树的底部也有蓄水池 收集的雨水 不但能为树干中的空中花园提供灌干用水 还能满足部分园区的日常所需 真的是省水省到最高点咯 了解了晴天树美丽的秘密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受一点文青气质 来到晴天树周遭的遗产花园 体验不同文化的庭园之美 遗产花园聚集了四大主题花园 它通过了我们的植物 还有设计呈现了新加坡代表的三个民族 和殖民地的文化历史 目前新加坡的人口组合 华人越占百分之七十四 马来人占百分之十三 印度裔占百分之九 还有约百分之三的其他族群 所以这些花园 有族群文化融合的意义 这里一看就知道了 是那个印度花园 因为有大象 对 还有这个狮子都非常有印度的感觉 OK 在我们前方呢 这是印度的国宝树 它叫绒树 绒树 路边一棵绒树 它们应该听不懂 剪掉 但是为什么会是绒树 因为它象征了 连绵不断的生命力 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 这个马来士建筑 这里就是马来人的花园 你答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来同胞建的钢榜 是由棕榈树盖成的 它们都是就地取材 使用大自然的材料 我知道这边就是很多中国式的意象 像是这个圆拱 然后还有小桥流水 还有一些象征式的石头 代表了我们的山 那这里就是殖民地花园 为什么这个棚顶有黑色跟白色的 这样子的线条呢 就是当初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呢 它们住的洋房是以黑色白调设计的 白色呢是由碎贝壳压碎之后制成的生石灰 而黑色呢就是保护木材 免受白蚁的受害 这里主要种植一些当初有贸易价值的植物 据我所知 二十世纪初的殖民时代 新加坡出口的橡胶 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看完遗产花园 超大冷气房就在眼前 牙里干竞轮想赶快进去凉快一下咯 专门用来种植植物的建筑物 我们常称作文氏 它的建材常是玻璃或塑料 文氏的建筑构造 主要透过太阳光的辐射热 使室内的空气 植物 泥土变暖 让植物不受外在的气候影响 但同样的建筑结构 这里竟然作为冷房 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最大的差异就是 温度外面也太凉爽了吧 好凉 汗了 不见了 Gary 你好 这里真的好舒服 气温跟外面差很多 对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两座冷室的时候 要特地跟户外的那些植物 有一些差别 那就把它的气温降低到 早上二十五度 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降温到十八度左右 花穹是滨海湾花园 这两个大冷房的其中一个 这里的植物是生长在 摄氏十八到二十五度 凉爽干燥的环境中 焊得住在热带 亚热带国家的我们来说 都是罕见的奇花玉草呢 而且这里真的好大 我觉得它的空间 这大概有十几层楼高 对不对 有吗 有这么高吗 大概有三十八米高 三十八米高 而且我发现这里上面 完全没有任何的柱子 对 其实我们的花穹 跟云屋林这两座冷室 都是全世界唯一的五柱冷室 为了能让视野更辽阔 冷房中只看到了 钢架支撑的透明屋顶 这在建筑工程上难度超高 真令人惊叹 但是玻璃它隔热 你们这样子不会太耗电吗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在设计这两座冷室 采用了节能制冷的设施 那好像那个玻璃 你会看得到 其实是双层玻璃 它隔开了红外线 可是同时让阳光渗透进来 让植物能够 进行它的光合作用 这种双层玻璃的原理 就是在两片玻璃的中空内层 加上透明隔热膜 降低热传导 对流看辐射 外头的大太阳 就没有再怕的啦 而冷房的双层玻璃 有些是可以打开的 因为热空气会上升 聚在冷房上层 所以热气刚好可以 从打开的窗户散出 另外一种排热的方法 就是运用热分层的概念 我们是利用那个热分层 好像热气上升 冷气下降的原理 那就是好像在我背后的那个柱子 因为它很高 所以它把空气的热气 都抽出去 因为上面的空气比较热对不对 对 所以它的烟囱到上面 然后把上面的热空气抽走 对 日分层处理 是将冷房上方的热空气 透过柱子内部的管路 往下抽送到地下的空气处理 经过冷却和进化处理后 再排出 那如果气温真的在升高 它会有那个连母 它会自动起开的 真的喔 那隔开了那个热能量 哇 好聪明耶 哇 所以在完全透明的室内 还是有电动遮阳的设备 不用怕冷气费破表咯 不过别只往天上瞧 冷房的地面也是有巧思的 不过别只往天上瞧 好像你摸一下这个地方 通常石灰的地方 如果一铺冲到阳光 它会很热 它会吸收热能 可是我们这里是利用了 在地上埋了冷水管的技术 然后冷却这整个空间 你动一下真的很冰耶 真的耶 好凉喔 尤其是这个水泥这边超级冰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 譬如说日本 他们一般是做地暖 对 然后这里是地冷 地冷对不对 哇 好聪明喔 为了不让地面蓄热 处理的方式就是直接让地面冷却 较低的温度就可以维持在 离地两米左右的地方 冷房会再使用大量的液体干燥剂 来帮助厨师 这个过程从空气中吸收水分 在冷房外蒸发 并循环使用干燥剂 不但可以省电 也可以维持室内干冷的状态 靳哥你有发现这里有好多植物 都是我们平常没有看到的 真的很多奇花异草 还蛮好奇 到底在这个馆里面 比较特殊的一些植物有哪些 对 好像这里其实我们的这一棵 在你们右手边 这一棵就是橄榄树丛里的 最老的一棵树 树林一千五百年以上了 这么久 它们都是从西班牙运过来的 不 我很好奇 像这么大的花园里面 只要是这个温度带的植物 都可以种在这里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花园里面 其实是模拟了地中海 亚热带地区的气候 所以我们在这个花园里面 就把它分隔成九个区域 新加坡气候炎热 却可以在凉爽的冷房中 欣赏珍贵植栽 难怪游客络绎不解 好多兰花 这个花园其实是我们 其中一个展示的地方 那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七个花展 会随着不同的季节节日 和主题展示花会 所以这一次是兰花展 对 好有趣 这棵树林也太大了吧 这个是它上面写从非洲来的吗 对 这就是非洲的猴面包树 它的果实其实是可以进食的 就像面包一样软软的 其实另外一个别名是颠倒树 那听说他们得罪了神灵 神灵就把它从地上抽出来 丢弃在一边 所以看起来它的那个树 更好像倒掉在空中 所以就得到了颠倒树的那个别名 好大喔 这个超级大的 超级大 敬文 你看这是什么 石头 那这个呢 也是石头 才不是 这个是长得像石头的植物 因为它们在野外 就要利用这样子的外表 让它们的掠食者不会吃它们 而且你看喔 它们看起来硬硬的对不对 可是其实里面是软软的 用来储存水分的 所以很多枝咯 而隔壁的冷房云雾林 那又是个大惊奇了 我们好像进入一个 笼罩在博物中的神秘世界 太不真实了吧 太大了 这个 这个外面也太高了吧 这大概几层楼 这里大概是58米高的那个冷室 太壮观了吧 在室内居然有个这么高的瀑布 而且还有飘雾 真的是感觉太浪漫了 有点云雾飘渺的感觉 Herry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瀑布呢 其实在云雾林 我们特地模拟了那个 自然热带高原高山地区的生态环境 那这里的海拔是属于 大概是800到3500米以上的 高原植物 那它们长年世纪都是 雾气很重的 那在这里我们每两个小时 会喷雾保全那个空气湿度 虽然都是冷房 但是和花穹的干燥环境相比 云雾森林的空气湿度 大概是70%以上 这种特殊的森林 在世界林地只占了1%的面积 却生长了很多稀有品种的植物 目前云雾森林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人类的偷猎 农业烂肯 砍发破坏 让林地的物种逐渐濒临绝种 所以这个造型就是要提醒大家 对 要保育这个云雾林 好像现在的气候转变 其实也是造成很多破坏 那其实这方面 其实是人类是有责任去保护整个世界的 没错 这里的云雾林 环境和湿度都模拟的微妙微笑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官叶海棠植物 峭壁上也可以看到蕨类 兰花等等 都和它们原来生长的环境一模一样 造景相当考究 在这里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这棵树 看起来体积很小 可是它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树木 那植物学家之前是认为这棵树 已经在它的原始森林中绝迹了 可是在1994年 它们在它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一种 那从它的化石记载中 可以追溯它的历史到九千万年前 九千万年前 人都还没出现吧 九千万年前不是恐龙那种时代吗 对 算是我们眼前的活化石 对 这个高约十森楼的云雾林山 内部又分成六大区块 由空中步道穿梭林间 感觉真的能胜利其境呢 这外面的步道好高喔 好可怕 那这样看下去有一种 好像白果树的感觉 对 你从这里看这瀑布 真的是很壮观耶 但是我很好奇要维护这样子的 一个瀑布的系统 就是要浪费很多水消耗很多电 其实不需要啊 那个瀑布的水的那个容量是一样的 那我们每次都是通过那个水泵 把那个水抠到上面 然后制造这个瀑布的感觉 所以那个水是一直运用的 所以是没有浪费一滴水的 这里电力的供应 其实跟花球是一样的 两座冷室的电力 来自户外的晴天树丛 以及深圳南发电厂的燃炉 维持这样一个湿冷的环境 一点也不成问题 所以算是一个环保的瀑布了 对啊 好像在最高点这个仪式的世界 我们特地种植了一些食肉性植物 很多都是来自热带 雅热带的地方的 像你们前面的这些 就是维纳斯捕蝇草 这个 就是雅热带的 对 所以它们已经进化到 而一旦有昆虫粘在它的毛上 它就会把它的叶片挑起来 好像这里看得到这一群三牛 它的那个叶片其实是有那些红点 那些红点其实是有糖分 那会吸引昆虫去进食 所以这是没有入口的 没有入口 不像那个捕蝇草 它会关闭它的那个陷阱 那这一个呢 这个应该就有入口了吧 这是属于美洲的猪龙草 这个一定是 因为我已经看到跟猪龙草 有点类似的构造了 对 这是比较小型的cephalotus 你看它上面也有个盖子 就让跑进去的动物不会跑出来 对 这里还有不同种的 对 不同品种 其实它像鹿猪一样的叶子 其实是有粘性的 所以昆虫一沾上去就很难逃脱 你可以摸看 尤其是你是小昆虫的话 越挣扎它就会越黏住 越分泌 对 你看这些黑点 这些都是昆虫来的 那个昆虫死了之后 就会被自然环境消失掉 那会变成养愧给植物 好多种 其实它品种很多 可是你不仔细观察 你就可能没有看得到这样多 认识两个由绿能维持运作的大冷房 雅里和靖蕾又来到了户外的生态湖 这里想必也是有玄机的 冰海湾花园有两个湖泊系统 现在我们位于其中的一个湖 对 这个就是蜻蜓湖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翠鸟湖 这两个湖就是冰海堤坝的设计延伸 冰海堤坝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储存淡水的水库 冰海湾花园的蜻蜓湖和翠鸟湖 看起来像一般的湖泊 但它们却结合了 重要的生态净水过程 一方面是帮助花园蓄水 另一方面则过滤成净水 为昆虫和野生动物 提供优良的水生基地 自然的过滤 那要怎么做呢 那你们看到旁边的植物了吗 这边有莲花对不对 核花叶 后面那个是芦苇对不对 对 是的 那补水会在水生芦苇 跟湿地的那个测液被处理 然后排入水库 用于灌溉原里面的花草树木 这样我明白了 就是这边先会做一个 初步的水质净化的处理 然后再慢慢流到那个冰海堤坝 对 而且是用自然生态的 力量完成的 新加坡以前缺乏淡水 当地人所喝的饮用水 就是来自雨水的蓄积 还有跟其他国购买供应 为了解决缺水问题 新加坡发展出海水淡化技术 并且新建多座淡水水库 而这个2008年新建完成的冰海堤坝 就是从北边的河流通往海的河口处 建一个堤坝隔开海水 变成一个淡水的水库 而旁边的蜻蜓湖跟翠鸟湖 就发挥了自然生态进水的功能 后排入水库当中 这座水库虽然不属于滨海湾花园 但是它们的水生态系统是相互衔接 可见新加坡对水资源的保存 真是深思远虑啊 我觉得新加坡真的好用心喔 像这样看起来美美的地方 其实它的功能作用都是相互连结的 它的这个想法很多 而且其实它真的是放眼未来 对不对 创新奇特的造景 每部深收的花园 以及最令人赞叹的绿色科技 使得新加坡滨海湾花园 成为新加坡的骄傲 天黑了耶 但是聚集这么多人 因为重头戏要来了喔 待会在晴天树这里 会有一个灯光秀 叫做花园狂乡区 真的好期待喔 白天从晴天树上的太阳能光电板 存下来的电力 现在派上用场喔 赶快去找个位子吧 快点快点快点 这 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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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来 真的好漂亮 而且啊 我觉得 冰海花园 最后的这个灯光秀呢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很有深度 不只音樂、好聽、燈光 搭配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生動之外 別忘了他們所有的電 都是靠綠能發電來的 沒錯 既環保又好看 是最好最好的結尾 賞心悅目 《自然界線潮流》 《自然界線潮流》 《人情網》 《竻子 Cras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